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得说一说眼下全球瞩目 这个拜登习近平电视通话 这么个事情 那么相信这两个通话呢 这个最后的通稿 很多朋友都会第一时间进行个关注 那么我也不例外 那很多朋友反馈说 看过这东西我看不懂 感觉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 也觉得他们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这个会议又如此重要 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 反映出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呢 那么砖头不裁 在这里给您做一个分解 做一个评析 那么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您不认同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告诉我我哪里说错了 那么如果您认同了 也欢迎订阅评论者发点赞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怎么回事呢 老规计我们来看新闻 这一次的拜席会一共谈了两个小时 你想吧 两个小时能聊多久 对不对 你跟姑娘谈情说爱两小时都算长的了 你可想而是他们两个谈多少内容 但问题是双方给出的通报 尤其美方非常简短 你可以隆从品的出来 双方谈得非常不愉快 而且基本可能就没有达成一定之规 也没有达成一些协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说 中美双方各自的评数 我们先看中方 那么中国方面大概一言以蔽之 就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歌颂习近平的伟大英明正确 他说乌克兰方面 习近平表示发展的这个地步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双方呼吁说应该对话 展开对话 不要制裁 这样会引发不好的后果 而且中方隐晦的将乌克兰战争归咎于北约和美国 意思就是说俄罗斯要你的领土 你给它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你跪一下不就行了吗 大概是这个意思 同时对于台湾问题 习近平对美国发出了警告 他说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 他又称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 直接原因就是美国的一些人 没有落实我们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也没有把总统全体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那么最后中方表示说 自己说了一大串一长串 我不给大家付出 大概意思就是我们如何关系世界民生 我们作为大国 如何在国际上承担重要责任 我们如何影响着其他的国家 我们中国是如何如何有责任 我们对于世界中处的共产 大概说了一些官场套话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双方在乌克兰上 在台湾问题上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 毫无疑问的是 美方希望中方能够反对俄罗斯 但是中方是坚决不会反对 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说 这点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们看看美方 那么美方的发言就非常简短 直接用两段话就可以给你解决 第一段话就是警告 去告诉中国 说我不管你怎么想 怎么想也好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实质性的 有任何的实质性的 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军事物资等等方面 甚至冰原方面的援助 那么美国将会对你实施非常严厉的制裁 这是最后通牒 大概是这个意思 另一层意思就是 拜登认为美国的立场 在台海问题上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是不支持改变现状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既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支持你武统台湾 双方保持现状就可以 那么大坦白说 关于这一点 台湾现在是不独而独的这么一个情况 中方肯定是觉得自己吃亏了 但问题是 美国他的立场 也现在不会允许你中方做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就卡在这了 这个也是我到后面会说的 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成成了一个 为什么就管人家俄爹呢 为什么这么委委屈屈的 还要给人家服务呢 基本上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 好 那么新闻说完了 下面我们进入分析环节 首先我要给他做一个定性 这次的会谈 我定性叫做作秀 作秀 而且是一场鸡同鸭讲 语言不通的作秀 我为什么说它是作秀呢 因为实际上双方 没有任何实际性的东西 在那两个小时里边 双方一定谈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但是声门里边没有体现 说明什么 那两个小时的实质性完全谈崩了 那么双方这两次这个立场 根本我相信 根本就不是在这一次会谈里边 就是确立的 实际上早在之前杨洁篪和布林肯 不是不是杨洁篪和那个谁 沙利文 跟他们俩谈的时候 应该就谈到了一些东西 双方也没谈脱 也就是说 这一次是一个作秀 把双方的立场的矛盾点展示出来 没有人退步 这次拜登还罕见的 硬了一把 还真是没有退步 这咱们得有什么说什么 那么咱们就说 刚才说留那扣子 对吧 中国为什么不能退呢 或者中国为什么 就一定要赖在这俄爹身上呢 其实很简单 关于台湾的法统性 实际上来说 普京和习近平 中国和俄罗斯 这两者之间有一个 虽然俄罗斯坑了中国这么久 但是有一个天然的盟友关系 当然这个盟友 有些中国粉红别太高兴 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个盟友关系 指的是统治者之间的盟友关系 普京想要乌克兰 因为他曾经是苏联重要的一部分 他想要 中国想要台湾 这两者之间 他是绝不会违逆 这一个天然的盟友关系的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在国际上 前段时间有一个国际法庭 是吧 13名大法官 每一国家就主要国家 一国家派一名 进行表决 谴责俄罗斯 勒令俄罗斯撤军 13名大法官投票 只有两个国家 投了反对票 11票赞同谴责并撤军 两票反对 这两票哪两票 一个俄罗斯 一个中国 很多人都不解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 你投这个反对票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大部分人都投的是赞成 你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还要投呢 为什么还要在国际上挨骂呢 确实是 中国大法官就这位 他投了这个反对票之后 在国际上引来一片骂声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 法理性 中国现在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美方想要在任何的角度和立场 就是说让中国说 我反对俄罗斯 在目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反对俄罗斯 就等于断掉了 他将来武统台湾这条路 他绝不会断这条路 他要留这个合理性 到时候大概国际上就可以扯皮 你看当初普京可以做 为什么今天我不能做 所以中国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点 就在这一点上 他就一定会支持普京 至于说支持普京 最后造成中国人民会有什么伤害 你觉得中国在乎过吗 所以说从中国的所谓的国家利益 或者说从所谓的政党利益来看的话 那么俄罗斯还真的是 是现在中国没办法放弃的一个核心原因 但是话方一转 你要从反过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双方为什么我说是作秀呢 其实他们双方都想谈 习近平不傻 习近平也想跟美国谈 他现在其实有点想跟美国和解 拜登了 拜登也是 拜登对吧 跟中国的关系 我不用再多说了 再说要的电视台不让播了 对吧 也有很多关系 但是为什么双方都不能和解呢 刚才我说了 中国这一块 关于台湾这块是退不了的 这是他们政党的利益 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是他们政党的利益 而美国这边 拜登也有他不能退的原因 我们说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经济一团糟 对吧 国际声誉不停下降 你要知道 他们这个利益集团 拜登这个利益集团 他想要继续做事 他想要继续怎么样的话 他需要美国依然维持着 一个相对的位置和高度 如果美国彻底玩完了 他们这些团体 他们这些利益集团 也将没有新的位置 你说美国玩完了 他们能去哪 去英国 英国给他地儿吗 法国 欧洲 中国 俄罗斯 这世界哪有一个 就是这个世界 哪都缺工人 缺干活的 缺韭菜 唯独不缺领导 领导我们有的事 后面都等着补呢 所以拜登现在 之前阿富汗搞砸了 美国经济搞砸了 美国生育搞砸了 他现在急需一个目标 来重振全世界 尤其是全世界这些小国 中小国家 对于美国的信任 这个信心 那正好乌克兰撞墙口上了 大家都有意思吗 乌克兰这个事情 发生的时机和时间点 非常的不凑巧 对于普京来说 非常的不凑巧 因为他正好卡在了 拜登退 无可退的地步 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俄罗斯像一只猫 假设说 虽然有点侮辱猫 但是咱们假设说 我俄罗斯像一只猫 我挠你一下 我试探一下你的反应 比如说克里米亚 我再挠一下 阿富汗地区 还没反应 那这次一定也不会有反应 所以他又挠了一把 这把挠了谁啊 挠到乌克兰了 可问题是你反过来 在拜登这边 妈你挠了一次行 你挠两次行 你还挠 我真当我病猫啊 聊天打起来 基本上就属于这么情况 他前期的那些铺垫和试探 完全就是落在了空处 导致了他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拜登无法再后退 他如果再后退的话 美国就别玩了 过去以美元为体系建立的全球秩序 将会彻底崩塌 而失去了以美元为秩序的国际体系 美国还有什么呢 各种的外包 各种的巨额的美债等等 美国如果真的失去这一点的话 美国会玩完的 彻底玩完的 而拜登集团也会玩完 所以他不能退 所以你看习近平对于台湾的执着 是建立在他的任期制 而他的第三任期 他的合法性 他的权力的欲望 要建立在他的功绩上 他的功绩 现在只能建立在台湾上 这是习近平不能退的点 因为他一旦 现在他如果退起来的话 他不能连任的话 他在下场会很危险 对于他来说 他必须要用权力 做一个护身符 来保护他后期的这种 后续的这种人生 所以他不能退 拜登也不能退 但拜登不担心 他自己人身问题 他担心他以后续的 整个家族的利益 所以他也不能退 卡在这了 所以正因为卡在这了 他有了眼下这场作秀 他就是把各自的鸡铜鸭讲 我把我的讲出来 你把你的讲出来 讲出来之后 你们看呗 全世界你们看呗 对吧 我拜登没有怂 我习近平 我没有从 就是给全世界看这么一个东西 最后方便于把屎盆子 互相扣到对方投上来 我相信很快的 如果乌克兰情况继续恶化的话 中方终究没有办法再起枪的时候 他一定会选择一方加进去 那么除非中国党内发生重大变化 否则的话 按照目前习近平选择的方向的话 他一定会选择加入俄罗斯的方向 这个阵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到时候就有一堆的屎盆子 就可以扣到拜登头上了 你看当初我们说了 我们如何高瞻远瞩 我们早就说俄乌问题 你必须要谨慎 你处理不好就会情况 你看现在没办法 这世界变成烂战的 都是你的责任 都是每方的责任 一定会说 拜登到时候也会说 拜登说你看我警告了 跟所有盟友 你看这种视频位上 我警告了呀 他不听 那怎么办 制裁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场作秀 大家没有必要太过于看重它 中美双方的这种 刚才我说的 习近平不能退 和拜登不能退的这种 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不是这一次会议的问题 而是双方根深蒂固的 冰冻三尺飞 一日之寒的根本的 由于政治体制和政治素养 和政治文化 导致的根本差异 这个东西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只能以一方倒下 一方的解体 一方的衰落 作为终结 只有这一条出路 没有别的出路 而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最近又给捅了娄子 到时候我们专门 在专门的开业期说这个事情 他也是说这个俄乌问题的时候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式 等于是给中国火上浇油了 这个当然咱们会说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 大概我就给大家分解到这里 它就是一场作秀 没有任何的什么隐藏的交易 没有 谈懵了 布林肯 不是不是不是老说布林肯 那个沙利文和杨洁篪在罗马这场会议 你要清楚 他们的会议的含金量 是比习近平和拜登要有含金量多的 你熟悉国际政治朋友都知道 对吧 各国领导人去最后干嘛去了 就签字去了 作秀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各国领导人在国际上签字的时候 都是作秀 底下的条款早就实际上谈完了 你懂我意思吧 双方大老过去露过面而已 那么实际上今天为什么说作秀 因为杨洁篪和沙利文谈崩了 没有任何实际性的进展 才会导致今天有这样作秀式的这样的对话 就是互相战书 我不是说互相战书 互相最后通牒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了 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于我的分析 关于我的看法 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认同或不认同的 欢迎评论去留言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